深夜华盛顿一处平民区街道 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汽车 两名拖车工收到消息先后赶到了现场 他们为了抢夺这份工作争吵了起来 可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道 就在胖子查看车辆的时候 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因为在车内发现了一具被烧毁严重的尸体 他连忙把这份工作让给了一旁的同行 第二天一早调查局接到报案赶往现场 通过矿上集可以看出受害者是一名男性 高拳骨和中等的笔集说明受害者是一名拉美 话刚说完车门就掉了下来 显然这辆车烧毁得十分严重 但这还不是让他们最头疼的事情 因为高温让死者和车子交融到了一起 这对于调查取证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一旁的卡密在车内发现了一把菜刀 小谷健壮用带有磁铁的铁棒吸了出来 很快整个车子被打包带回了实验室 由于剩余尸体和车子交织到了一起 众人只能先对死者的头骨进行检测 在右侧头顶骨上发现了一处开放性骨折 看上去像是现场发现的那把菜刀造成的 可在小谷看来这更像是一处枪伤 伤口的形状表明巨大的热量 让原本较小的窗口变了型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种情况 杰克很快就验证了小谷的判断 他在拆卸汽车的时候在车顶上发现了一颗子弹 老布这边把一个叫米勒的男人带回了审讯室 因为安琪拉复原了车辆识别码 发现那辆烧毁的汽车就是米勒的 米勒说昨晚他在家睡觉 压根就不知道车子被盗的事情 可老布很快就拆穿了他的谎言 有监控表明昨晚米勒出现在案发不远处的提款机 米勒听到这里才老实交代了一切 昨天下午他在展销会上遇到一个小妞 捞来一些违禁品 于是他就去提款机取钱准备购买违禁品 就在这取钱的时间车子就被人盗走了 他发誓谋杀案真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布决定先把米勒拘禁24小时 实验室这边进展非常缓慢 为了不损坏证据 他们只能等杰克慢慢从车中清理出受害者的遗骸 看着杰克脸被憋得通红众人也不好催促 不过在一块清理出的膝盖骨上发现了骨折伤 根据痕迹推断应该是棒球棍或者撬棍造成的 结合案发区域经常出现毒贩 众人不免猜测受害者可能和毒贩有关系 安琪拉这边复原工作却进展得很顺利 他通过技术手段复原了头骨收缩前的状态 在数据库中找到了一个叫杰米的男人 这个人是狂星帮的一个职业杀手 别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叫屠夫的外号 显然车内发现的那把菜刀就是屠夫的 老布收到消息找到了在外休假的小甜甜 因为这段时间小甜甜一直在社区做一工 而这个社区就处在狂星帮的核心区域 小甜甜很快就拿到了关于屠夫的详细资料 这个屠夫是专门帮助帮派处理叛徒的杀手 作案手法喜欢砍下别人的四肢和头颅扔到各处 警方曾经派过无数的卧底潜伏进去搜集证据 可这些帮派成员非常的团结 所以他们才一直无法将屠夫缉拿归案 和狂星帮敌对的帮派还有四个 分别是520帮、金砖帮、霍巴特公元王、华清帮 除此之外屠夫还有一个女友也在狂星帮 小甜甜建议从他的女友开始调查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屠夫的女友玛丽亚 可玛丽亚对于调查局的身份却十分抗拒 关于屠夫的事情是一个字都不肯透露 很快附近就聚集了大量的狂星帮成员 大友一言不合就开整的趋势 没办法两人只能离开了这里 离开前玛丽亚的儿子却吸引了小甜甜的关注 这个男孩他曾经在社区见过 他非常聪明 甚至还经常帮助其他人写作业 小甜甜认为他们可以从这个男孩开始调查 可很快就被老布否决了 因为小男孩属于未成年人 没有家长的陪同他们没有权利进行询问 实验室这边杰克从车中又找到了一只耳钉 小谷说这可能是被屠夫杀害之人的 因为帮派成员喜欢从受害者身上获取战利品 从而来彰显自己在帮派中的地位 还在一块脊椎骨上发现了菜刀砍过的痕迹 可助手经过X光查看否认了小谷的推断 在脊椎断裂面发现了铅的存在 这是唯一能在X光下显现出来的物质 所以说脊椎断裂是一把枪造成的 由此推断目前受害者一共中了两枪 分别是喉咙和头颅 安琪拉根据现有的线索进行了模拟 结果表明如果受害者中了两枪 那么投不出的枪伤出口应该更大 更何况他们也没有找到第二颗子弹 小谷却从这次模拟中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死者从头至尾应该只中过一枪 在小谷上发生了偏移 这是牛顿运动的第一定律 一个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其运动状态 直到它受到外力的作用 而大脑的交织性有阻力的效果 安琪拉根据这些线索进行了重新调整 最终确认了小谷的说法 凶手是从屠夫的喉咙处开的枪 调查局这边根据弹道对比锁定了一把手枪 在这把手枪名下还有无其为侦破的案件 五个受害者全都是帮派成员 老布知道这些帮派中有储藏 未注册枪支的枪械库 这个枪械库是专门为帮派争斗准备的 要想找到这把枪就需要狠狠打击一下这些帮派 而目前为止只有520帮派没有受到枪击事件 老布首先找到了520帮派的头头马丁 可刚准备询问就发生了异味 一辆在有杀手的车辆缓缓使来 老布立即把大儿子扑倒在了地上 而一旁的帮派老大马丁却十分淡定 他从门口拿出一把自动手枪就开始进行了反击 很快车内的杀手全部中枪身亡 看来能当一个帮派的老大必然不简单 老布查看两名杀手身上都纹有狂星帮的纹身 看来是为屠夫过来报仇的 马丁说屠夫遇害和他们帮派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从来不主动招惹别的帮派 不过向老布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前不久有人说狂星帮的人和警察有过交谈 至于这个人是谁他并不清楚 他认为或许屠夫做了警方的卧底线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屠夫被他们内部解决了 出来后众人针对这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分析 现在可以肯定屠夫是唯一一个死于这把枪的狂星帮成员 而这把枪属于狂星帮的秘密枪械库中的武器 老布猜测当时屠夫正在外面执行任务 或许当时屠夫刚刚干掉了一个人 而他就需要把这把枪还回枪械库 这样看来凶手就是管理枪械库的人 可这个神秘的枪械库他们目前还没有一点眉目 就在这时老布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们发现了死于这把手枪下的第七名受害者 很快受害者的脑瓜子被带回了实验室 资料上显示死者叫加西亚 是一名西班牙后裔美女 今年才仅仅22岁 验尸官判断死亡时间在两天之前 根据时间线上判断加西亚死亡时间在屠夫之前 而且死者的耳环也被人拿走了 看来和他们之前推断的一样 面前这个加西亚就是屠夫杀害的 检察官萨拉调取了加西亚的档案 发现她前前后后一共出入监狱12次 店铺盗窃和毒品走私等等罪名 最后被当地扫黑警局发展成为了一名县人 她一直卧底在屠夫身边充当情妇 看来加西亚一定是因为县人身份曝光遭遇了杀害 同时小谷这边在加西亚的拳骨上发现了一处裂痕 这处裂痕和屠夫膝盖上的骨折完全符合 表明屠夫当时用膝盖狠狠压在加西亚的脸上 小甜甜认为这个管枪的人或许就是屠夫的女佣玛利亚 最后她发现了屠夫出轨的事情 于是趁还枪的时候谋杀了她 很快玛利亚被带回了审讯室 玛利亚对于杀人和管理枪械库的事情全都否认了 对于老布的询问还是什么都不回答 小甜甜看到玛利亚的儿子正坐在审讯室外 于是就上前和她攀谈了起来 儿子说她知道接下来她又会被儿童福利院的人接走 这么多年来她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件事情 小甜甜建议老布询问一下玛利亚的儿子 如果管理枪械库的人是玛利亚 那么她的儿子一定知道她妈妈杀害屠夫的事情 在小甜甜的强烈建议之下老布终于答应了下来 很快玛利亚母子被同时带到了审讯室 小甜甜建议玛利亚尽快交代出这把枪的下落 这样将来量刑或许能更轻 否则只会被送去最高戒备的监狱 将来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 可玛利亚对这一切并不在乎 她认为自己的儿子能够照顾好自己 就在这时玛利亚的儿子开口了 说屠夫平时经常殴打自己的母亲 案发当天她听到屠夫和别人聊天 如果驯服不了玛利亚就会杀了她 但她深知母亲爱着屠夫不可能会下手 她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帮助母亲摆脱痛苦 案发当晚她知道屠夫准备去烧毁那辆车 于是她代替母亲过去准备取枪 趁着这个机会她处决了屠夫 看来在玛利亚的内心她只关心狂心帮 对于这个儿子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事后调查局和这个孩子达成了一个协议 如果小孩可以说出枪械库的地址 他们才有理由对其实施保护 男孩很聪明知道自己现在面临的处境 她交代出管理枪械库的是一个叫安娜的女人 她经常半夜和母亲偷偷在外面相见 最后男孩使用母亲的电话给安娜打过去 安琪拉通过定位很快锁定了安娜的地址 在这里果然找到了那把枪 案件至此也终于真相大白了 还顺便打掉了当地一个黑帮组织 而今天这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结束了 感谢观看